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m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 一个礼拜两篇 带你来解时事 也了解相关英文单词 那今天是12月26号 这部影片我有稍微做了一下 影片内容的调整 那在1月5号那一周 我预计会暂停更新一次 那本周要看的新闻呢 是露营用暖炉 一家三口一氧化碳中毒 新闻来源台湾news 那在影片进行途中 我会教各位单字的记忆方法 以及英文长句的阅读技巧 那其中以阅读技巧 我主要是会教各位 第一个短句 第二个找出英文的形容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的单字如下 寒流,温度下降,瓦斯暖炉 失去意识的 还有中毒等等这几个单字 那在阅读技巧里面 在这一刻,在这篇文章呢 我们会看到 豆点加上汇取的用法 以及名词加上ing 等于形容词的用法 那记得底下 YouTube底下 我有放上讲义的连结 那各位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可以把讲义把它列印下来 下载下来 一边看 一边做一下笔记 那讲义的话 最上面这边是文章的标题 中间这个区块 我有帮各位整理好单字音标 还有中文英文的解释 那在最底下这边就是新闻文章的内文了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一段 会带各位导读第一个段落 那这篇文章呢 它是属于初级的文章 并没有太多的形容词 建议各位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阅读全部文章把它读完 好 那我们来进入文章内容本身 先来看一下新闻标题的位置 Family Camping in Central Taiwan Using Gas Stove for Heat Poisoned by Carbon Monoxide 先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stove是火炉 heat 热 poison 中毒 carbon monoxide 就是液氧化碳 好 那我们来这个文章 其实光是新闻标题呢 这里就有一个形容词在里面了 那各位这个形容词 它的长相呢 就是名词加上ing 这个名词在这边 Family Camping 名词在这边 好 那接下来黄色的部位 就是形容词的位置了 所以家庭露营 这个家庭露营在哪里呢 在中台湾的家庭露营 那这个家庭什么呢 使用瓦斯炉来取暖 heat 这个单字是je 使用瓦斯炉来取暖的家庭露营 那这个标题 其实这边它漏掉一个字 就是漏掉了Family Camping 这边用单数 was 这个家庭 这一个家庭 was 被中毒了 被什么东西中毒 被液氧化碳中毒了 那因为是标题 标题不太爱用动词 所以was 就被取代掉 就被删掉了 好 那看一下内文 第一句 On Sunday morning a family of three was saved by a friend on a camping trip in the mountains of René Township 南投 county 好 那这个单字 save是救 camping是露营 所以在星期一的早晨呢 一个家庭 一家三口 被救出来 各位这个是动词 被救出来 被谁呢 被一个朋友救出来了 在一个露营的旅程中 被救出来 那开始补充说明 印补充地点 在山里 在山里 继续补充 来 这个山是在哪里的山 人内乡的山 豆典 同位于补充 这个是在南投县 这是这一句 再下一句 the family was camping outdoors despite Taiwan's recent cold snap which caused temperatures in the region to dip to one degree Celsius over night 好 那各位这里出现一个 豆典加上which 它的功用 是用来代替前面 这一整件事情 那因为which 它其实也是一个连接词 我们可以把连接词 做一下断句 就是黄色的这个位置 做一下断句 好 那就先看前面的部分了 despite是尽管无论 reason是最近的 那底下这边有个单字的 一个补充 c-e-n-t cent 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美金的分 所以它有钱的意思 那各位 reason是最近 那deason这个第一 它方向是向下 钱掉下去了 你没求 你没有减 就是正派的 哦呦 你这个人真的很不错 各位你就想象那个画面 钱掉下去了 没有减 reason decent 下面这句 coast snap snap这个单字是突然折断 也就是冷 突然变得很冷 皱能 OK 来看一下句子 所以这个家庭呢 怎么样 他正在露营 在哪里露营 在户外露营 尽管台湾的最近天气变很冷 coast snap 逗典后面 那这一整件事情呢 就是天气变很冷 这一整件事 就coast coast是造成 造成了温度 在哪里的温度 在这个region region这个单字在这边 就是区域 在这个区域的温度 就deep 向下探 往下下降 下降到一度C overnight 就是一个晚上 就下降到一度C 这真的是非常的冷 再下一句 In an effort to keep warm The family used a stove with gas canisters inside of their tent which led to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reported LTN 好 那这边一样又出现了 豆典加上which 那刚刚有跟各位提过 这个是代替前面整件事情 同时它也是个连接词 我们来做一下断句 effort是努力 canister是金属罐 所以努力要去保暖 这个家庭使用了一个炉子 这个炉子呢 是什么样的炉子 有金属罐的炉子 OK 那再用来 用在哪里 用在帐篷里面 豆典后面 好 那这一整件事情 就是在帐篷里面用炉子 这件整件事呢 就导致了 易氧化碳的一个中毒 这个LTN 是自由食报 poisoning 这个单字是中毒 那有一个单字 跟各位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单字 poise poise 你有没有发现 跟poison长得非常的像 就是一个是E结尾 一个是N结尾 有没有 那你就想 中毒了之后 你可能动也都不能够动 动都不能够动 沉着镇定 所以poison poise 两个单字 各位可以一起记它 下一个句子 下一个句子 fortunately near by check on the family at 7 a.m. sunday morning and discovered all three were unconscious 好各位 这边有个形容词 名词加上ing 就是这个位置了 所以这个形容词 在形容前面的朋友 来我们来看一下单字 discover是发现 unconscious是昏迷的 所以一个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呢 在附近露营的朋友 各位顺便补充一下 这个是主词咯 check是动词 所以主角是朋友 动词怎么样 他就检查了这个家庭 在七点的时候 星期日的早上 并且发现 所有三个人呢 都是unconscious 没有意识的 都昏迷了 下一句 没有下一句了 那以上我们来做一下 单字的复习 寒流 温度下降 瓦斯暖炉 失去意识 跟中毒 这五个单字 首先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字 变得很冷 cold snap cold snap 下一个字 温度下降 叫deep deep 再来瓦斯炉 叫gas stove 下一个单字 失去意识的 unconscious unconscious 这下一个字 毒 中毒 poison poison 各位你可以跟poise poise这个单字 一起记它 那我们在阅读技巧里面 有分别学到 豆 点加上 which 以及名词 加上ing 这边我帮各位 整理一下 首先第一句 family camping in central in central taiwan using gas stove for heat poisoned by carbon carbon monoxide 再下一句 the family was camping outdoors despite taiwan's recent cold snap which colds temperatures in the region to dip to one degree celcius overnight 各位注意 就是这边有个道点 叫做 which 各位可以复习一下 再下一句 in an effort to keep warm the family use a stove with gas canister inside of their tent which led to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reported ltn 再下一句 这个是名词 加上ing a friend camping nearby check on the family at 7am sunday morning and discovered all three were unconscious 好 以上就是这一周 就是今天的新闻的导读 欢迎各位的留言 如果说你看完之后 有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各位在底下问我 我会利用我的时间 来回答各位英文上的问题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影片上架时间 预计是在礼拜三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video clip 拜拜